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6月30號的神聖劍士大改版公告終於出來了 影片開始之前請先檢查一下有沒有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還沒訂閱的朋友們記得訂閱喔 那首先我們可以來看到這一個神聖劍士養成活動 這個是6月30號到7月28號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那6月30號維護後創立的神聖劍士新角色 你就可以來參加以伺服器類別來統計的排名活動 那你 第一名的話你可以獲得5張可以交易的藍布以及 99抽高級抽卡跟商城裝備補給箱 那這個商城裝備補給箱的部分 就是可以獲得戒指耳環皮夾克跟肩甲 各一個證書 你會把他想成就是商城飾品這樣子 OK 那你今天你如果沒有 達到這個前100名的話 你達到特定的等級也是可以獲得這個商城裝備補給箱 OK 所以這個活動的話對於你如果是想要重練一隻 神聖劍士然後來衝等 從那80的玩家就算還不錯 但是你如果是為了這個活動然後 特地去想要衝第一名的話 我就給的東西沒有到很好啦 所以說大家斟酌 OK 那接著就是gamma coupon箱啦 那這個是兩個禮拜喔 兩個禮拜 期間內你要去商城購買這個gamma coupon 那這次的gamma coupon就是一般裝備跟商城裝備復原 接著是神聖劍士回歸獎勵活動 那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 那活動期間的時候 官方會篩選回歸條件符合的玩家就會收到簡訊 然後你如果收到簡訊的話你就可以獲得這個回歸獎勵箱 內容物的話就是五天無限綠葉跟這個任務卷軸 那任務卷軸內容就是 擊殺兩萬五千隻怪物就可以獲得11抽高級 抽卡 然後以及這個6抽高級 娃娃變身抽卡各一個 還有龍鑽50顆 所以這個我是不知道他的那個 條件是怎樣 最近每一次的大改版都有這個活動出現 所以說今天你如果有一些 可能你已經站立的玩家也許可以看一下你有沒有收到這個簡訊喔 接著就是職業轉換啦 那這次一樣是只有持續兩個禮拜的活動 然後只剩這一招新技能是無法 透過職業轉換 而轉技能拿到的 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就跟 之前的那個轉職業 條件是一樣的 我這邊就不再 不多做贅述了 然後試驗之塔也開放了 這一次是開放到7月21號 那憑證交換商人則是一樣是延一個禮拜 OK 好 那這個試驗之塔其實就跟之前的是一樣的 只不過 這一次的部分是有多了兩個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前30關 你的速度會變快 然後第二個則是 完成試驗之塔之後會立即 恢復角色所有的HP跟MP 好這兩個是比較不一樣的東西 接著是迷惑森林的部分 6月30號到7月14號 兩個禮拜這段期間60等以上的玩家消耗1萬天幣 可以進入這個一個小時的安全區域活動地圖 那裡面的怪物的話則是每一隻怪都會掉葉子 那命運金幣的話就不一定會掉了OK 那裡面會有一隻boss是30分 每30分鐘會出來 打死之後會機率掉 10到50個命運金幣 然後也有一個活動任務是你每天擊殺200隻怪物 你就可以獲得100葉 那這個地圖我只能說給你充等用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 葉子吃井的玩家來講的話 我覺得這個地圖就不用去了 就給分身去就好了 然後是牽到更新的部分 這一次牽到更新則是 有耳環、證書、印章、皮夾克、肩甲 那35天則是神秘稀有選擇箱 連續牽到的部分則是送純白 最後一天則是有符石變幻石碎片 所以說你連續牽到30天 你就可以拿到第4個符石變幻石碎片 就可以製作一個符石 接著是系統更新與優化 那這個優化 最主要是這個異界裂縫副本 有新增一些怪物 然後怪物的掉落也有新增 這個我之前就做過整理了 主要是 紅色的技能有多蠻多的 比如說神聖狂襲光烈術啊 又或是元素治癒這些比較 門檻高的紅技 然後世界首領的部分 則是每天中午12點的 詛咒殭屍王變成冰之女皇 不死鳥跟巴拉卡斯 這三個boss 這個就很刺激了 所以我覺得大家 12點的這隻世界王千萬不要錯過 而且他的話 他是這三隻啊 這三隻都是 會掉個別的東西的 當然當然他不是說只會掉這些 他還會跟其他世界王一樣會掉 比如說 變捲娃娃幣之類的 然後事件副本的話 以前合作的跨服 事件副本全部變成了 競爭啦 終於啊 這樣子 掛機仔 至少 我們解的 要死要活了 可以額外獲得一些獎勵了 然後哈佛萬能耀的使用 各素上限 又有在調整了 那這邊來講的話 一般伺服器跟經典伺服器 都有 調整後的 數量 一般伺服器跟經典伺服器 基本上都是多5個 然後屬性萬能耀的部分 則是 你第16冠在使用的時候 可以額外的來分配 生命跟死亡 這兩個打架技能 然後這邊還有這個 免疫金幣 商店販售的技能卡 你是可以 一次買兩階段的 第一階段是55,000 第二階段是66,000 所以說不是說一個禮拜只能買一次喔 接著是職業與道具優化 那這個 神聖劍士的技能新增的話 我們之前有做過影片 這個我就 不多做介紹啦 那我也會幫 大家把我之前整理的影片貼在 留言處那邊 大家可以歡迎去觀看 然後這刀具調整優化也是 這個都是我們之前做過整理的 主要的亮點就是底霜啊 變成不壞刀了 然後暗黑系列也有在增加這個機率附加傷害 變身的部分基本上就是 藍變跟紅變有多加一些東西 主要是這個加門守護者勁爆變成5% 然後利爾利抗暈變成5% 接著就是魔法娃娃的部分 魔法娃娃我覺得亮點就是 克特然後以及 狂風跟疾風下司騎 那這邊我也是之前有做過整理的 所以我就不多做介紹了 接著是新增道具及收集品 那這個 主要是異界列風有多的收藏 那你 每隻怪物都有機會掉異界碎片 5000個碎片就可以開一個卡池 那這些卡池的話都是永久的還不錯 大家是可以多一個地方可以去打了 雖然說現在有圖鑑啦 所以 利安地間可能還是主要大家去打的地方 然後還有這些新增的一般收集品 那這邊我就不 多做介紹了 有興趣的觀眾可以自己來 觀看 那這個之前的魔族之地 一新的神話飾品跟套裝也都公佈了 那這個有興趣的觀眾也可以來看一下 接下來是馬普勒的成長藥水組合包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商城組合包 這一次的話組合包是有累進式的 第一階段800藍鑽 內容物的話則是11個成長藥水 一個馬普勒的禮物選擇箱 那這個禮物選擇箱 你是可以來選擇 龍之聖水5罐 萬能補充寶石5顆 祝福富裕卷阻一張跟純白萬能要五罐 折一 而且是可以 這箱子是可以存倉的 以及馬普勒的憑證 那這個馬普勒的憑證 則是可以用來開卡池 當然 這個卡池的話 基本上就只有一個永久卡池 永久卡池要三個憑證 其他的都是限時卡池 這個大概就是斟酌 接著第2階段是1600藍鑽 你是需要購買第1階段2次之後 才能購買第2階段 那第2階段是可以買3次 內容物的話則是22罐成長藥水 跟最高級11抽 抽卡包選擇箱 就選擇變身或娃娃 以及一箱馬普勒的禮物選擇箱跟憑證一個 那購買完之後 接下來第3階是2000藍鑽 一個賬號可以購買4次 內容物的話則是44罐 成長藥水跟最高級抽卡包選擇箱一個 還有馬普勒選擇箱兩個 免疫必香一個 還有馬普勒的憑證 那這個我個人是覺得 以CP值來講的話 真的算蠻樸的 那 這大概就是 斟酌購買 那除了以上的 組合包以外 他還有這個 保底的3000藍鑽 然後44罐成長藥水 所以你今天如果是要轉職的玩家來講的話 你可以去精打細算一下 你所需要的藥水數量 哪一個比較 CP值比較高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可能有 什麼3到4招紅機藥轉 所以不一定都說一定要買3000藍鑽44個這個 然後接著是帕拉丁的成長組合包 這個是持續三個禮拜的充等包 2000藍鑽就可以獲得 一個月的包月 然後這一次的 升級慶祝 禮物箱是比較不一樣的 70等開起來之後可以獲得神官或 五官手套一個 然後以及接下來75等慶祝箱 75等慶祝箱則是可以獲得 五官 酷鎧或是神官法袍一個 接著還有80等的升級慶祝禮物箱 那這個80等的慶祝禮物箱 則是11抽技能卡 所以這一次沒有那個 像上次一樣的加3視頻 那其他的部分基本上就跟之前的充等包是一樣的 我就不多做贅述了 接著是這個帕拉丁的英雄圓箱組合包 這個是持續一個禮拜的活動組合包 2000藍鑽 內容物的話則是有100顆龍鑽 20個防暴卷跟2張柱 富裕卷軸跟 帕拉丁的硬幣3種箱 那這個內容物的話就是3幣各3萬個 然後 柱五柱防選擇箱 紅五紅防選擇箱跟帕拉丁的應援證書一個 那帕拉丁的應援證書的話則是可以用來 嘗試製作這個英雄技能書選擇箱 你如果大成功的話你就可以獲得 紅技能 那如果你製作成功的話 你就是就只有技能卡 11抽這樣子 空技選擇箱的部分 它是只能每個 職業的選擇技能都是固定的喔 所以這個大家就斟酌購買 那這一箱的話一個張柱只能購買一次 我個人覺得這個CP值算是蠻低的 因為它很散啦 不是說 每個人大家都需要這些東西 接著是閃亮的最高級變身補給箱 這是持續一個禮拜 台幣的組合包 最高級變身抽卡券3張 那一樣是斟酌購買 接著就是全新的馬普勒季節箱啦 那這個東西的話 它是 從6月30號開始販售 那它是販售到7月28號 那這個就是 新的一個簽到模式 那要注意的事情 這個 新的簽到模式它到8月11號而已 然後這個新的簽到模式 它總共有分 兩種 一種是 天幣1000萬 一種是 藍鑽800鑽 兩個都可以一起購買 OK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它的內容物的部分 左邊的話 這個是 天幣1000萬的 右邊的話 則是800藍鑽的 可以看一下 800藍鑽的 豪華很多 那我個人是建議啦 如果你有800藍鑽的話 這個CP值是不錯 那基本玩家的話 你也是要1000萬 至少要拿到 OK 然後這個內容物的話就是 大家可以來參考一下 然後這邊比較不一樣的事情是 你如果購買了之後 你每日 登入遊戲進行簽到 就可以獲得 簽到日期對應的獎勵喔 那你今天如果比較晚買的話 比如說 他這邊有舉例子 你如果是7月27號才買的話 你則是可以一次性的領取 所以這邊來講有一個 美鑽就是 你今天 不需要說 你 比如說你今天沒有800藍鑽 或是你沒有1000萬 你不需要急著說你要馬上 湊到 你可以等到湊到的時候 再來領 然後你就可以把這錢都領掉 然後你如果 你原本就已經湊到了 你馬上買的話 你則是你每天都要 登入簽到你才能每個都拿到 這個是一個 重點 然後這一次的收藏品 有 那個 這個新的潘朗拉碎片可以替代的 那這個就是黑暗哈丁平真 然後這個是永久的喔 32格碎片 就可以開到這個卡 這個還不錯 因為有魔命 然後經典伺服器的話 他也有開 新的 給 潘朗拉碎片 塞的卡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接下來就是 6月30號到7月21號 持續三個禮拜的時間 可以限定購買300萬的 神聖劍士新子祭 紫聖然後180萬 則是可以 買這個神聖劍士新的宏祭 神聖狂騎光念術 這兩個禮拜也可以在奇岩村莊找到這一把劍的buff 點了之後會有經驗值獎勵加3% 遠近魔法傷害加1 遠近命中加1跟英海薩補充獎勵加3% 所以這個 練功打架前記得按一下 以上就是這一次的 台服6月30號神聖劍士大改版的改版重點分析啦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心得問題情報的話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也歡迎加入小屁的社群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大家掰掰 мыш hemisphere footba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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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l 小屁之後傾dade再次請大家 radry 超 ranked小屁 incor 억上的挑戰 之類的